郑重注意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 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 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西伯来书第二章一至四节 西伯来书的作者 要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这样的丁宁 使我确信作者是个传道人 虽然周赴益州的传讲 让受众不断地面对 那能改变生命的真理 然而他们不郑重留意 而错失了所有果效 没有什么比这更叫人伤心的 这个信息是特别确实 原因有二 第一 即这与律法的相比 它是确实 如果天使所传的信息 就是摩西的律法 对领受的人是有权威性的 并且也能从经验中发现 它是绝对真实 那么这个信息也是如此 如果天使所传的信息 都有这么确实的根据 那么神的儿子耶稣 所传的信息 岂不更加不容轻忽 第二 福音真理的确据是在于 这个信息是如何传达的 这是首先出于主亲口所说的话 耶稣基督说的话 是世人所听过 最有权威的话 这个信息的源头 并非出于使徒 也不是透过先知的预言 而是主自己亲口发表的 不止如此 这个信息 也是由目击证人所确认的 还有神亲自用意象来做佐证 并有神迹其事和圣灵的恩赐 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论据 作者完全聚焦在一个 仍未确定的问题上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这不是个威胁 只是一个单纯的问题 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二者的问题 对非基督徒而言 你要往哪去 你怎能逃离神所创造的宇宙 你怎么逃 尤其是当神的本意 是赐福而不是咒诅 你为什么尝试要逃呢 如果你所寻求的 跟掌控宇宙的造物主无关的话 你又怎么可能 另外寻见蒙救赎的出路呢 对基督徒而言 光知道耶稣基督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经历到他 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他 每天却都不跟他同行 那么我们会有很大的损失 我们会失去平安 自由 喜乐和成就 离了他 我们会遭遇诱惑 挫败 迷茫 困惑和空虚 同时 如果我们不像基督徒一样的生活和成长 那么就有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已开始了基督徒的生活呢 或者说我们是否只在欺骗自己 企图遵行外赛的标准 而却无内力的心意更新 作者抛出了这个悬而未解 无法甩脱 也叫我们无可逃避的问题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越发正中注意 不致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感受 puedes 请 请 请不吝点赞